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 说什么都不肯放 你是我的好时光 是 我知道你瞧不起捕快 不过正因为我这个小小的捕快 才让你一点一点地露出了马脚 说得好 不愧是京城第一捕快 金夫人果然叫子有方 二弟 你想要的这个位子 不仅代表着权势杀戮 更多的是责任和悲逆 这些道理 我看你是到死都不会明白的 太子殿下 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这些道理 那只是因为你是太子 所以你才能够 住口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悔改吗 你还不知悔改吗 起来 走 走 太后 随我来吧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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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走 就回来 你还不睡了 你还不睡了 那夜还不睡了 你还不睡了 还真是奇雨连连 皇家仅此一颗黄昏丹 皇家仅此一颗假死药 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金元宝 玉琪 大概你们真是有缘 当日哀家所赐的牌匾 金玉良缘 倒真是映在了你们的身上 当日如果哀家 真的赐的是毒酒呢 我说过 我会与他同生共死 金家倒真是出了个情仇 谢太后对元宝的威慌 起来吧 你醒了 你真的来了 我当然来了 我说过要带你回去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 起来吧 来 好 天 来 你是说 你跟太后做了一个交友 所以那天我服下的是假药 你当时什么都知道 虽然是假死 但是 也需要三天之内 服下解药才有效 否则 否则你就永远醒不来了 你快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了 我说 我们第二次进宫那天晚上 你睡着之后 我就去求见太后了 二皇子确实有不臣之心 但我总觉得 他会顾念兄弟之气 太后 元宝追访这大半年 发现了 不管是人口贩子 或是军契所 都有柳文章 还有二皇子的影子 而且 我另外还发现了 柳文章 在临时监管军契所的时间 总共有 五百支的火枪 流出了军契所 这些火枪 都流落到哪儿了 流落到城北大业 不能再等了 你深夜潜入宫内 告诉我这些 可是心中已有了对策 太后 军契所 本来就为我金家掌管 要我追回那些流失的火器 我则无旁贷 但我恳求太后 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为太子 粉碎二皇子的阴谋 如果元宝 侥幸成事的话 我希望太后 能够饶过玉琪林 还有我娘 弃君之随 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 你可知道你是在跟谁谈条件 一个是我娘 一个是我娘子 元宝别无选策 不能打草惊蛇 毒酒还是要喝 你娘最好打入天牢 这样对她更安全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伤心 柳文昭这个人 太狡猾 为了防止被她看出破绽 破坏了整个计划 此事 只有你知我知 绝不可让第三个人知道 元宝明白 我当时就想好了 如果事情失败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以为 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 永远都见不到你了 我知道 但是我跟太后约好了不能说 这件事情那么危险 李文章又在盯着 你知道吗 你假死当天晚上 他还来搜我们的屋子呢 再说了 让娘看到你已经死了 也许 她以后会对你更好呢 你这什么逻辑啊 胡说八道 你还嫌娘这几天哭得不够 还不够伤心和崩溃是吗 哪有你这么害自己的娘呢 我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 做好了跟你一起死的准备 好了 我知道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瞒着你 你别受我气了好吗 我知道 我不怪你 袁宝 你真能干 小翠啊 我看起来怎么样 好看 好得不能再好了 好看 夫人 少爷 少夫人她们到了 走啊 来 儿子让娘受苦了 快起来 快起来 娘 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们两个好端端地站在娘面前 娘这一生 就别无所求了 娘 娘 娘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都怪元宝不好 事先也不跟娘说一声 天牢不算苦 更苦的是 娘得看着你在我面前 把那杯毒酒喝下 在娘的面前 当场断了气 娘 我现在都已经没事了 您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万一有一点点破绽的话 你们娘俩 就不要再怪罪元宝了 其实元宝最辛苦 她心里什么都知道 但就是不能说 这几天 她日日夜夜地忙着为太子牵贼 她这么做 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娘俩呀 娘 麒麟 你快说说 那天你家死是怎么样的 难不难受啊 没什么感觉 就跟睡觉一样 放心 没事的 不信你吗 热的 我当时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好了 而且我们呢 还给你立了个牌位 我天天祭奠你 那个牌位是你亲手磕的吧 那个药粥也是你贡上的吧 那当然 那个牌位 我可是选了上等的好木头 那个玉琴林三个字 是我亲手磕上去的 我磕的是我可难过了 叫你别说你还说 那么晦气 不是 当玉琴林死的时候 我真的很难受嘛 没事的 现在玉琴林活了 我可高兴了 我 我娘子死了 你伤心 我娘子复活了 你高兴 怎么 是我娘子又不是你娘子 你那么多情绪干嘛 那也是我朋友啊 你都不知道 当时我磕那个牌位的时候 都是你 都是你出的搜主意 非要设什么灵堂 害得我和娘哭了好几天呢 那我又不知道这一事 你还狡辩了 你还说 还狡辩啊 怎么现在都赖我呀 我都让你狡辩 我本来就是 你别跑啊 你别跑啊 你看看他 你看我 我就高兴了 怎么了 他活了我就高兴了 你站住 不是 小心 这就是我呀 你快说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我求过太子还有太后 他们会找适当的机会 给我们四个人正式赐婚 从现在开始呢 你就是我金府名正言顺的少夫人 金门御室 金玉良缘 太后先前赐给我们的匾额 都不用换了 我们少一笔 可惜娘看不到啊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 可以动房了吗 我见过金儿 还真没见过你 真没见过 我就是急 动房了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脱衣服脱衣服脱衣服 你帮忙脱一下啊 快点 快点啊 快点啊 别那么着急 我还记得 新婚之夜 我见你盖头的时候 当时你说的那句话 可真把我吓一跳 那时候我就想啊 原来我的娘子 真的与众不同 那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哦 难道我们之前还见过 你说客栈吗 别过来 别紧张啊 我是金元宝 我管你什么金元宝 童元宝的 赶紧给我出去 我有几句话要说 说完我就走 我没话跟你说 现在走 第一 太夫赐婚呢 只是政治策略 你我呢 只是交换利益的牺牲品 所以我要奉劝你 千万不要爱上我 否则到时候你会很痛苦呢 哼你脑子变门家了吧 谁会爱上你啊 第二呢 我们成亲之后啊 势必要共处一室 不过我不会碰你一根手指头 等到太子登机之后 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就合理 然后放你完毕归赵 从此以后男婚女嫁 互不相见 滚 有多远滚都远 就你那言行举止 还踩你 说完美 说完赶紧走人 第三 衣服穿反了 踩你 我 你 你 神经病吧你 不说霸道 还记得这个金元宝吗 普通元宝没什么喜气 这可是你亲自给我的 见义勇为 尝你的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乞丐啊 是 是啊 那时候我刚进城 替我娘找你 没想到你没有嫌弃我是个小乞丐 还亲自赐金元宝给我 那 送上客栈 加上我们洞房之夜 我们已经见过三次了 四次 还有一次 前交阁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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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就是那个要脱我裤子的大只男人 这 小郎君 看你穿得人模人样的 今天就让大爷我扒了你的皮 看看你到底姓张还是姓李 杀了 原来 我们那么早就相遇了 当你把这块金元宝赐给我之后呢 我就决定 我一生一世都会守着他 我决元宝 也会一生一世都守着你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好 夫人 元宝跟长风他们两对新人的婚事 已经筹备好了 该送的聘礼也都送出去了 您看看 看看还有什么落下的 小翠 你办事情 我放心 夫人 顾少爷的新房安在哪儿 这个 你要问长风的娘了 小翠啊 府里自然还是要给小萱和长风收拾一个院子的 这 我进宫前一夜说的庄子和地啊 我照旧都会给长风的 这娶老婆吧 总得有个老婆本啊 夫人 小军啊 小翠 我在府后面 买了个三进的宅子 算是我给小萱的嫁妆 那个地方我也会布置好的 这样他们两个人想在府里住的时候就住府里 想在外面的时候就住外面 这两头啊都是家 夫人 也省得你以后啊夜半拦车了 夫人 这 这 这个使不得 千万使不得 您对我们母子已经够好的了夫人 这 小翠 您啊 就踏踏实实地收着 您想啊 您服侍夫人这么多年 又这么忠心 江小姐呢 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才 顾郎中的医术 又这么高明 您一点够不上这些呢 大娘 手里拿的什么呀 花花绿绿的 你们两个跑到这里干什么 帮忙 我们俩闲着 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毕竟麒麟她办过寿宴呢 你们俩呀 哪有新娘子自己操办自己婚礼的 哪有这个道理啊 赶紧回后院 给我养着去 就是 你们两个人哪 赶快到后院 给自己绣架着去 那还不如让我学规矩呢 你说你宁愿学规矩 娘 好 走了走了走了 你说 好不容易叛到成亲了吧 结果这倒好 我都快一个月没见到小萱了 都怪我娘 说什么成亲之前不能见面 否则就不吉利 你说我跟小萱都见过多少次面了 有什么不吉利的 这些妇人就是这样 多事 你说麒麟不也是这样吗 被你娘藏得好好的 你都一个多月没见她了吧 哎 我觉得呀 这不像是娶媳妇 倒像是嫁女儿 哎呀 好在终于快熬出头了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哎 你猜猜 我为结婚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别乱猜啊 不是春药 我年纪轻轻地准备什么春药啊 我准备的是千杯不遵 改良过的 你要不要啊 我送你几粒 嘿嘿 元宝 你整晚不说话 你明天准备了什么惊喜啊 明天你就知道了 明天准备了 没见过你一次婚姻 还得换人哪 瞧你那小姓 太后太子还圈一块牌匿的银子 还不是金府少爷 勤派逆反的贼的功劳 不错 听说这位新夫人是个女侠 什么新啊 旧啊 上次也是她 人家玉女侠早就知道了 反贼的狼子野心 不兴一身四虎 只身潜入金府 你没在那儿瞎说了 难道你说这金少爷是反贼 我呸 我说的是那个柳文昭 柳文昭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千人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黄茜茜 走 刘文昭 你跑不掉了 不到聪明绝顶 早知道你贼心不死 必来行刺 特意在此早做安排 在此请君入谋 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是小萱啊 我叫小萱呢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萱 少爷 不是 是金元宝 我以为只有我李文昭会耍渣 原来你金元宝 也会耍渣 但我今天既然敢来 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你想杀就杀 我无所谓 我不恨你 更不会杀你 干吗还在这儿装好人 我没有装好人 我是普快 我的职责 就是维护正义 所以我不会对你用私刑 尽管你罪该万死 你的案子 会交由大理寺审查 按照大明律例 该当如何 便如何 李文昭 我承认 我确实恨过你 当你一见 杀死倩倩的时候 我恨你 阿父受伤的时候 我恨你 你记得吗 你打我娘 我恨不得喝你的血 吃你的肉 更不要提 我的亲生母亲 死在我的怀里 那时候 我不仅仅恨你 我更恨我自己 我恨我当时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把你给杀了 你 先让我出 Uh 看上去 你亲手杀死你妹妹 你亲手杀死你妹妹 杀死了阿鬼 你还杀了更多你觉得你不需要 你认为不重要的人 你口口声声说你爱麒麟 你却亲手杀了她的母亲 你知道吗 那也是我的母亲 你说 你嫉妒我娘 爱我更多 所以你还要杀你的姑妈 你还是人吗 想一想 其实我并不恨你 我反而更多的是同情你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得爱 你不是真的有傻子吗 你也不敢在家 你这也不敢说 你这会儿怎么办 自己的母亲 我来疼你 我来疼你 你这个脑子 你这个是根本的 思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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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是连一个字都不愿意对我说 我对不起孤芳 对不起金夫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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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草率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这样做对得起柳家的列祖列宗 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你给我好好地活下去 你给我好好地活下去 还有很长的日子让你好好做人 不许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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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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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走了风生 不得不出此下策 请各位多多包涵 失礼失礼 人家少爷 那你今天还拜不拜堂 成不成亲了 对啊 还拜不拜堂了 堂当然要拜了 今天呢 是太子亲自责的日子 所以请各位稍安勿躁 待会儿就举行成亲大礼了 好啊 你见下来 好啊 好啊 一切都总算是过去了 元宝啊 从此时此刻起 麒麟就是你真正的妻子了 也是我尽量的妻子了 是我们金家上了祖谱的下一代主母了 这样也对得起太后重刺的这个金玉良缘金匾 是啊 元宝 麒麟呢 应该在房间吧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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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麟她离家出走了 元宝 这是她留给你的信 这 这麒麟走了 这太后赐这个贬 我们又犯了欺君之罪了 元宝 你那天 你那天居然瞒着我 不告诉我真相 害得我哭了那么久 白白的伤心 你不要狡辩说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提前告诉我 就是你不相信我 你个混蛋 但是你知道啊 我爱你 所以你不要找我 我就是出去逛逛了 等我气消了 我保证一定回来 不过金元宝 你听好了 要是我知道 你敢趁我不在的时候 娶个别人 小心我半夜回来 让你再也做不成效法 骆子不悔啊 什么骆子不悔观气不语的 要是麒麟在的话 早就把气盘给掀了 元宝 麒麟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一定会很快回来的 金本头 还忙着咱宣布房 这段事呢 军器所那边今天不忙吗 天下太平 哪那么多事可搬 还是待在咱们六十年 就不上门舒服 抱 抱 你什么事那么紧张 不是教过你们要从容淡定吗 不透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千娇阁有个叫楚楚的姑娘 是不是约先用西域香料 贩卖人口的那个楚楚 是 就是她金本头 有什么好大将小怪的 她主子已经垮了 从府也大赦了 她一个提人收钱的小虾米 骑不了什么大浪的 可是她现在又回来了 而且在千娇阁重新挂牌子 大跳特跳西域舞 她是不是又想作案呢 原来不是有两个楚楚吗 一个真楚楚 还有一个假楚楚 又说到那边 到底是哪个回来了 媳� there 媳妇 here 别走啊 又来了 她来了 你哪儿 她来了 你这点起来 我来这儿 你这儿起来啊 爺爺 你慢走啊 喔 姜明儿 你别走啊 他来啦 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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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走啊 有儿啊 爺 爺 爺 你慢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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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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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